最近在很多人都忙着游玩的时候 小慧却在忙着胎叫 朋友们怕她太闷了 就叫她出来坐坐聊天 可谁知这一聊 却让小慧心惊胆战 聊到辐射的问题 朋友作为过来人 积极地向小慧传授经验 像咱们生活中其实也挺没办法的 生活到处都是辐射 尤其是咱们怀孕之后更得小心 像生活中微波炉电磁炉 然后冰箱都有辐射 真的假的 真的 比如说你上飞机或者说地铁安检 都会有辐射 尤其是千万不要做那个B超 然后那个辐射才更大 朋友说生活中到处都有辐射 怀孕了就更得小心 电饭锅微波炉最好都不要用 朋友告诉小慧 辐射如空气般无处不在 要少玩手机 少玩电脑 怀孕了一定就要更小心 小慧想起自己前一段时间还坐了飞机 懊恼不已 小慧再也无心听下去了 想起孕简 自己也做过几次 担心不已 她连忙地回到家中 却怎么也冷静不下来 如果辐射对自己倒也没那么担心 可是肚子里的胎儿能抗得住这样的辐射吗 之前就很担心一些辐射的问题 网上一篇帖子 着实又把小慧吓了一跳 网上说 我们平时用的WiFi都有辐射 说是科学家做过实验 把植物放在有WiFi的房间里 植物过段时间就会枯萎 小慧担心 如果帖子说的是真的话 生活中处处都有WiFi 就算自己家关了 旁边的邻居家也会有 这个是无论如何也躲不掉的 小慧的担心是真的吗 还是起人忧天呢 我们随机采访几位路人 看看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电器的辐射比较多 家里的冰箱啊 电脑手机 厨房的微波炉 我自己用的时候 就是开开使用之后 马上离开厨房 然后等它 就是完了之后 断电之后 才会再去开它 家里人 其他要是小朋友什么的 我也会注意 不会让它去厨房的 这个时候 微波炉天税有辐射 但是这个家家户都要用的 手机有辐射吗 你觉得 有 有辐射 手机要是没辐射 它就幸好还不好 我看一些报道 反正好像辐射会造成 要是有孕妇的话 会造成新生儿有些问题吧 一说到辐射 大家都很紧张 那么 面对辐射 我们都应该像小慧这样 谨小胜微吗 辐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编导带着这些问题 来到了国家和安保技术中心 这个辐射呢 实际上是能量 以波或者是粒子的形式 在空间的传播 这是辐射的物理学上面的定义 辐射就是从发射体发出的射线 分为天然辐射和人工辐射 天然辐射无处不在 包括宇宙射线 土壤 岩石和银水中的放射性元素等 人工辐射常见的有做X光检查 用放射性同位素质病 看电视 吸烟等 如果暗器能量的高低 及电力物质的能力 辐射可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 像高能紫外线 X射线 还有伽马射线等等 这些都是电力辐射 而低能紫外线以下的 比如红外 可见光 无线电波 微波等等 这些都是非电力辐射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 对人体可能有危害的电力辐射 那么 面对有害的电力辐射 我们是否应该和小慧一样 紧小射妹呢 在怀孕的初期 我也已经减少了一些 包括手机啊 电脑的一些使用 可是听朋友说 包括一些电磁炉 然后吹风机和淀粉包 都会有辐射 使用电脑 是完全不能 不必担心 微波炉呢 也是 如果是正确使用 就是它工作期间 离开 一定距离 等它工作 停止以后 再去打开使用 假如说手机 微波炉真有泄露 也会避免 所以说我们 不用担心 这些日常生活中 这些不管是器械也好 尽管科学家 目前还没有确实的例子 证实使用手机和家用电器 会对胎儿产生伤害 但是 徐主任还是建议孕妇 不要频繁 长时间地使用手机 对于微波炉 电磁炉等 家用电器 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合理使用 比如说你上飞机 或者说地铁安检 都会有辐射 安检很快 第一很快就几秒钟就过去 另外这个射线的 射线能量也不高 所以对人体产生的剂量 是相当小的 这个剂量 对人体不会有 不会有什么损害 安检门 是非电力辐射 我们正常从安检门 走过接收的辐射量很小 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安检行李物品时 安检的仪器 带有电力辐射 当安检物品 还没有从传送带送出的时候 不要把手伸入帘子内去拿 另外如果是孕妇 可以告知安检员 用手检代替手持式安检仪 这样不要做那个B超 然后那个辐射才更大 医疗照射呢 我们就是听医生的这个安排 我们不要自己主动要求医生 去做过多的不必要的这个医疗检查 B超是医院做的一项常规性检查 超声波本身是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的主要效应是热效应 不会产生有害的电力辐射 孕妇是否需要进行B超检查 听医嘱即可 实际上WiFi它的这个能量 实际上是相当之低的 实际上大家就是对辐射 首先是认识上 是就是对辐射不用过于的担心 WiFi的信号波跟无线电波类似 所以不必担心 屏蔽主要是对电力辐射来讲的 WiFi是非电力辐射的能量比较低 首先就是从这个 咱们的人工辐射源的情况下 一个是医疗照射 一个是特定场所 可能会产生辐射 我们需要注意 不会误入某个可能高辐射的场所 这就够了 另外我们也找来一部分 大家普遍认为辐射高的 家用电器来做一个测试 看看辐射值的电厂强度是多少 我们刚才呢 这就是在同样的一个条件下 对这个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 常用的四种电器设备 进行了一个测试 测试的产品呢 主要有这个电吹风 电磁炉 加湿器 空气进化器这几个产品 对于这个就是测试结果 我们可以对比 我们可以简单地看一下 这个有什么差异 产品那个测试结果对比来看的话 我们刚才调查一下 加湿器的话 它这个总的来说 这个辐射水平 相当于在这个四个产品里是最低的 相当于在低频的话 它这个辐射强度是 是这四个产品里最强的 实验证明 家用电器在运行的时候 是会产生一些辐射的 可是离国家规定对人体的危害的标准值 100毫系沃特还差得很远 这个量不直接与时间挂钩 比如冬天烧炉子 烤手取暖 时间长得到热量就多 但这些家用电器对人体是否有伤害 无论时间长短 没有记载 辐射就在我们的身边 人类无时不再受到辐射的照射 我们吃的食物 喝的水 住的房屋 用的物品 周围的天空大地 山川草木 乃至人体本身 都含有一定的放射性 我们增强健康意识 尽量减少辐射 带给自身负面影响的想法是对的 但也无需因此 弹腐色变 过度担忧